压力对我来说 在还没有压力之前 它是先有念头 也就是我那个念头 开始会有一些 对我来说会有一些压迫 先有念头之后 我们身体才会产生肾上腺素 想要去抗拒它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我们头脑的念头是什么 这天底下就只有三种事 一种是我的事 一种是别人的事 一种是老天爷的事 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厘清之后 你会发现说 我们自己的事其实很少 真的很少 那我们把这个 我们自己能够做的 这个力量带回自己身上 去做我们有能力改变的事 那通常我们常常在开玩笑讲 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分辨清楚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自己的事 大概只占了5%而已 所以其他的95% 你就可以把你的精神投入在 你觉得真的有帮助 有意义 有价值的事情上 我想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其实大多数的人并不爱自己 都不爱自己 都并没有看重自己的生命 我们如果可以多花一些时间 真的爱我们自己的生命 看到自己的生命的珍贵 你就会觉得我们应该把时间 放在那些对自己有帮助的事情上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